自小定下娃娃亲自当了三十五天意大利王后就退位的比利时公主王是风云这对王是夫妇妻美走一见钟情的俗套戏马 也不是相亲后的日久生情而是从一出生就被定下娃娃亲带着家族使命结婚所以自始至终都没产生什么火花 这段故事的男主人公是意大利最后一位国王翁维托二世女主人公是比利时玛利亚公主只当了三十五天意大利王后就退位了 比利时玛利亚公主普遍来源于玛利亚小时候普遍来源于玛利亚小时候 这位意大利末代王后原名玛利亚和赛 一九零六年八月四日出生于比利时奥斯坦德 是比利时阿尔贝伊士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最小的孩子 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还享有萨克森科宝公主的爵位 玛利亚像羊娃娃普遍来源于Dingress 小时候的玛利亚长得非常可爱 金黄色的卷发圆圆的脸蛋深邃的蓝眼眸 简直跟羊娃娃一模一样 玛利亚在意大利长大 普遍来源于Dingress 虽然身为比利时人 但玛利亚却在意大利长大 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战火纷飞很不太平 为了躲避战乱 她先是随家人搬到英格兰居住 并寄宿在布伦克努德 修道院学校读高中直至毕业 玛利亚佩戴王冠图片来源于Dingress 一九二四年 十八岁的玛利亚观看了人生中第一场球赛 作为公主当然要盛装出席 她佩戴了一顶镶嵌珍珠和钻石的古董王冠 这顶皇冠最早的主人是巴登大公夫人士蒂芬妮 玛利亚和意大利王子电瓦把亲 图片来源于GoGo Club 说到玛利亚与意大利王子翁贝托二世的相遇 大概早就是命运的安排 据说玛利亚很小的时候就被指定未来要嫁入意大利王室 这算是比一两国的包办婚姻了吧 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王室都是肥水不留爱人田 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 也不管是不是自由恋爱 为了强强联合门当户队 各王宫贵族之间就会频繁通关 意大利翁贝托二世王子图片来源于Reddit 现在认识下根玛利亚金王阿卿 那这位意大利王子吧 翁贝托二世出生于1904年9月15日 是意大利维托里奥伊曼牛尔三世国王的第三个孩子 也是唯一的儿子 被授予皮埃蒙特王子的称号 他已出生就是继承人 因为意大利王伟传男不传女 翁贝托二世投身军事事业图片 来源于I L F A T T O Q U O T I D I A N O.I T 翁贝托二世从都凌王家军事学院毕业后 便投身军事访问中 1924年 他前往巴西、布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等的进行国事访问 为他之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 翁贝托二世和玛利亚大婚 图片来源于Pinterest到了南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 既然讨不过父母之名 媒妇之言就顺理成章跟比利时玛利亚公主结婚了 1930年1月8日 两人在现意大利总统官邸奎里纳来公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玛利亚也成为了皮埃蒙特王妃 美丽的玛利亚图片来源于Cross of Latin 在婚前的招待宴上 玛利亚佩戴了绿松石和钻石珠宝套装 这是之前收到的结婚礼物 玛利亚生了四个子女 图片来源于Alexander Polis Foreign婚后 两人育有四个子女 本该过上我们所认为的幸福生活 但其实是各种动荡不安 二战爆发后 一家路口从首都罗马 辗转搬到都陵 那布勒斯和奥斯塔地区的皇家行宫 温贝托二世手握王室大权 图片来源于Pinches的玛利亚和温贝托二世 也是巨少尼多 因为温贝托二世 从1931年起货封疆弦后 就忙着军事事业 1936年三月 担任门乃布勒斯军团司令 指挥30万人入侵崩溃中的法国 1942年10月29日晋升元帅 1944年6月5日担任摄政王 接管王室大权 温贝托二世退位图片来源于Pinches的1946年5月9日 老国王迫于民众压力让位后 温贝托二世继承王位 成为新一任意大利国王 但有点悲催的是 刚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经过公民投票 废除了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温贝托二世只当了35天国王就要退位了 玛利亚也不再是王后 她很可能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王后了 由于玛利亚的王后任期绝大部分在5月份 因此她也被意大利人称为5月王后 温贝托二世和玛利亚离开意大利图片来源于History of the gods 因为萨弗伊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 结束了 温贝托二世和她的家人也被永久地赶出意大利 真是国王和王后也都没过足 就得背着包袱挥溜溜走人了 而且还不准回来 温贝托二世和玛利亚分居 图片来源于FORUMALEXANDERPALACE受环境所破 温贝托二世只能带着一家子离开意大利流亡葡萄牙 让人被感意外的是 在温贝托二世退位的第二年 玛利亚就与丈夫分居了 带着孩子们去了瑞士 扔下了温贝托二世一人 温贝托二世和玛利亚感情冷淡 图片来源于FORUMALE PITTERS 如果说感情不合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而且并没有离婚指示分居 有传言说 温贝托二世其实是鸡肉 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也有传言说玛利亚出轨了 跟意大利总理莫索里您有纠缠 但这些留言还是因为没有确凿证据 而逐渐消散 玛利亚担当红十字会主席 图片来源于PINCHES T在背景离乡的日子中 玛利亚带着孩子们 在瑞士日银瓦礁区的一座18世纪乡 中间别墅安家落户过起了平凡人的生活 她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工作 并担任主席投身人道主义活动 1959年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 命令了玛利亚基金会 玛利亚专注写作图片 来源于A.A.自由酷爱文学的玛利亚 更是拿起笔来 创作了多部关于意大利王室的史学著作 并为自己的父母写了一部传记 温贝托二世去世 图片来源于Randakay Royalist 上年纪后 玛利亚便与女儿和孙子 一起居住在墨西哥 温贝托二世有时也会常来探望 但由于长期受恶性肿瘤的折磨 1983年就在日内瓦去世了 享年78岁 流亡了37年 最终也没能重回故乡 想想也是有点可怜 玛利亚和长所院回国图片来源于Royalty 日子 大概因为她的乐善好失 在1988年3月 玛利亚被特许返回意大利 当时81岁高龄的玛利亚拄着拐杖 终于回到了分别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也是戳中泪点 此后 玛利亚又多次返回意大利 但她每次回国时间都很短 而且尽量保持低调 玛利亚叙使图片来源于 Anifacial Royalty 随着年龄的增长 玛利亚的身体每况愈下 2001年1月27日 94岁的玛利亚 因费病在日内瓦诊所去世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相比丈夫葬礼的无人问津 玛利亚的去世在意大利引起了很大震动 各界都对她表示哀悼 有2000多人出席 玛利亚葬礼图片来源于 Anifacial Royalty 玛利亚的葬礼 在法国南部的尚库姆修道院举行 她的遗体也没有被运回意大利安藏 而是选在了这个教堂里 和丈夫最终葬在了一起 翁贝托二世 和玛利亚图片来源于 Royalty Royalty